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家的几个孩子都非常可爱 小乔治从小就是皇室明星 妹妹夏洛特小公主也跟着哥哥一样人气高 他们的弟弟小路易也是非常可爱 兄妹几人在父母的培养下都非常孝顺乖巧 他们经常跟同凯的王妃以及威廉王子 来到宗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住所陪伴女王 在这陪伴中你能感觉到乔治小王子真的长高了很多 而夏洛特小公主也长大懂事了不少 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是一位很慈爱的宗祖母 她对这些迷你的皇家宝贝们非常热衷 在菲利普亲王还在世的时候 夫妻二人经常带着这些孩子们拍合影 而如今女王已经95岁了 经历了老伴去世的消息之后 她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有这些孩子围在身边 老人家心情很好 就在近日女王在接待客人时 她房间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没错 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在没有菲利普亲王的情况下 和她这些可爱的曾孙们拍了大合影 九岁的小乔治真的长高了很多 她和95岁的女王拍合影 原先只是站在曾祖母的身边 肩膀与沙发同高 可现在陪伴孤独的女王时 小乔治已经站到了沙发后面 而沙发的最高部位也直到她的腰 以前是挨着肩膀 现在是到了腰 两年之间 女王伯克郡的家中沙发 见证了小乔治的长高 同样也见证了夏洛特公主的长大 七岁的妹妹夏洛特小公主非常懂事 她在陪伴女王合影时 位置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夏洛特小公主曾是女王手中的宝贝 等弟弟路易小王子出生之后 她就成为女王身边的小可爱 据说 她是长得和女王最像的迷你皇家宝贝 而如今 七岁的小公主 在陪95岁的女王合影时 她有些害羞 又很懂事 把重要的位置都留给了弟弟妹妹们 自己从女王身边挪到了沙发后面 还像模像样地将手趴在了沙发背上 动作亲切又自然 自信中透露着一种霸气 说她最像女王一点也不夸张 女王手中抱着尤金妮公主的孩子 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婴儿 虽然去年皇室里新增了三位成员 但是 梅根和哈里王子的孩子 莉莉贝特一直没有机会来到曾祖母身边 幸好其他孩子能弥补这个遗憾 夏洛特小公主和乔治小王子 对家族中新成员的加入都非常友好 两个宝贝曾经是那么渴望着和堂弟小阿祺见面 但是 由于家庭的原因 他们没能从婶婶那里得到许可 长大的小乔治和夏洛特公主并没有因此抱怨什么 他们同样期待着与叔叔、哈里王子的孩子团聚 伊丽莎白女王老了 而这些新生命的存在 再次证明皇室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君主制也靠着这些孩子 将会有新的方向 乔治和夏洛特懂事了 与95岁女王拍新照 少了菲利普亲王照就温馨 凯特王妃从不以自我为中心 她的孩子们也都懂得这个道理 小乔治虽然是未来的英国君主 而她的妹妹夏洛特公主 也必将是尊贵的长公主 但是 她们在家庭合影中 从来不要求处于C位 良好的教养塑造了她们优良的品质 九岁的小乔治和七岁的夏洛特互相帮助 她们将会是英国王室的顶梁柱 而她们的弟弟小路易也必定会比未来国王 查尔斯王子的弟弟安德鲁王子要优秀 简单的小客厅温馨的沙发 这里承载着女王太多的家庭回忆 夏洛特公主和乔治小王子也会对曾祖母的家 倍感留恋 因为她们看着自己的长辈在一点点变老 自菲利普亲王走后 孩子们的笑容是治愈伊丽莎白女王最好的良药 这样的家庭才是令人向往而又有温度的 2月22日 凯特王妃出现在了丹麦 久违亮相的她 穿了一件红色的西装 显得非常的精神 气场非常足 现在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前提下 不论是凯特夫妇 还是哈里夫妇 都开始分开行动了 前几天 威廉王子才一个人去了迪拜 现在凯特也只身来到了丹麦 凯特王妃这一次的打扮 依旧是很惊艳 除了红西装 她还穿了一条黑色的阔腿裤 将她完美的身材衬托了出来 时隔多年 凯特王妃再次单独出国 这一次她到访的地方是丹麦 上一次 记得她去的地方是荷兰 2016年 凯特王妃来到了荷兰 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套裙 同样是非常的惊艳 当时 凯特见了荷兰国王 威廉亚历山大 还去了荷兰很多的地方 这可是凯特王妃 和威廉王子结婚后 首次单独出访 丹麦是凯特王妃 单独访问的第二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她和丹麦的玛丽王妃的关系 还不错 玛丽王妃在穿着打扮方面 一直把凯特王妃当作偶像 另外 她们长得也非常像 人们很喜欢拿她们来进行比较 当然 凯特王妃此次来丹麦 是有着重要目的 她是为了自己的儿童早期教育项目 专程来这里取经的 这里丹麦是一个被称为童话王国的国家 勒高积木公司的总部 也在这个国家 这一切都对凯特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昨天 凯特到哥本哈根大学 见了一些早教方面的专家 还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博物馆 在这个博物馆里 她和人们聊到了婴儿的精神健康有关的话题 最后她来到了乐高基金会 凯特这次在丹麦待的时间 并不是很久 只有两天 昨天只有英国驻丹麦大使 艾玛霍普金斯接待了她 相比第一次出国访问 凯特王妃这次看上去要自信很多 身上已经有了未来王后的影子 例如她越来越有亲和力了 在一个慈善机构里 她在公众面前首次玩了滑滑梯 看到凯特王妃在丹麦大放异彩 梅根也许不服气了 因为不久后 她晒出了自己的新照片 梅根可不是第一次 抢凯特王妃的镜了 可以说 只要凯特一亮相 梅根就会立刻晒照 上次她还发了自己和阿琪的照片 抢了路易王子的镜头 梅根这次到底晒了什么 凯特王妃抵达丹麦的当天 梅根和尤金妮公主 共进晚餐的照片出现了 他们的照片出现在了一个 美国八卦网站上 时间上掐得这么准 很明显是梅根自己放出来的 同样是久违亮相 梅根的打扮和凯特王妃 是神童布 她也穿了西装配阔腿裤 只是颜色不一样罢了 在美国加州的别墅 休养了这么久 梅根都变胖了 穿着阔腿裤 也遮不住她腰间的坠肉 看得出她的腰又粗了很多 在这种状态下也敢抢镜 她真的是拼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哈利王子前几天看球赛 也抢了威廉王子的镜 威廉刚去迪拜 哈利就出现在了一球场上 梅根想和凯特王妃比 还真是比不了 她这么粗的水桶腰 怎么和凯特相比 看得出 她就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女人 我们下期见